尊敬的各位嘉宾 下午好 今天我是最后一个报告 非常感谢我们TTF组委会邀请我来做这个报告 我来做报告之前 其实我对于TTF有一些了解 但是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 我以前参加的都是产业的会比较多 但是今天下午我听了我们几位老总 还有一些设计师的演讲 我觉得确实在材料和工艺方面 我们确实有许多可以讲 而且我们对于膜这一块研究的比较深 那么今天下午前几位演讲的 其实都跟膜相关 那么比如说像我们刘教授 他的液态精髓 如果是在柔性电子柔性的 这种皮肤里面的应用的话 他的秤底材料 基底材料就是膜 那我们的湿模是呢 做了这个太阳能电视板 他里面其实用到了很多膜 包括背板 包括我们的EVA胶 那么还有我们的陈总 其实他做了这个有机光能的 这种柔性的东西 其实他的基底 也是柔性的这种膜材料 那么今天下午呢 我跟大家分享的是装饰模 那么装饰模它的领域呢 其实非常广泛 那么包括在手机里面 包括在我们的汽车内饰 包括在我们的家具 甚至包括我们 在我们的一些白色家电里面 其实大家都无应用 但是大家现在比较关注的 就是在手机和汽车内饰里面 所以今天下午呢 就这个方面 做一些演讲 那么这个是我们一个 简单介绍 就如同刚才主持人提到的 我们其实是一个产业服务平台 为什么我们叫Trendbank呢 就是说我们希望 给产业提供一些趋势服务 然后我们提供的服务呢 包括媒体 市场研究 还有同行的业务 那基本上这是一个企业 在发展过程当中 比较需要的服务 那这个是我们 这个市场研究的一些服务 那我们另外一个名字叫Trendbank 就是字面意思理解趋势银行 那么中文名叫市银 市银智库呢 是我们一个这个市场研究的 一个独立的品牌 那今天呢 我首先从汽车装饰开始讲 这个是大家所理解的 就是我们在汽车里面 用到一些装饰部件 会有那么一些 那它会有一定的功能性 安全性 一些工程属性 那么汽车装饰它的工艺的 一个发展的路径呢 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么现在呢 像IMD IMS 特别是在未来智能汽车发展 会发展到IME智能的表面 那包括现在很多这个车企 也有跟我们有很好的互动和联系 他们对于这块也非常感兴趣 特别是一些国内的车企业 但是我们国内的车企业对于这一块 其实并不是非常了解 他们对这个产业链 以及对这个产业链里面 有哪些企业能做这个事情 并不是非常了解 那么大家都知道 在汽车里面呢 其实塑料是用到非常非常多的 我们在这个批量里面 就是你除了可以见到皮质 见到这个布 织物 剩下的可能就是金属和塑料 那么金属基本上都照在外面 塑料呢基本上都照在里面 那么塑料的材质会有很多 其中一大类就是PP 但PP呢 它用的都是一些保险杠啊 这种材料 那也有一些结构材料 像ABS啊 这种都是用于结构的 像PVC啊 或者PO啊 像PC啊 在内饰里面会用的比较多 那么 塑料 在汽车整个内饰里面 它其实是一道非常多的工艺 非常多的工艺 大家可以看 从注数 层数 层压 急速 吹速 发泡 吸速 躺速 都非常多 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呢 其实是讲装饰工 其实跟这些工艺呢 都没有太大关系 那这个是一个汽车类式的产品链 简单简单看一下 那么这样子 我们就讲一个 汽车类式用的这种装饰工 那大家可以看到 就上面这些图片 是我们喜闻乐间的一些 汽车里面的一些装饰的这种效果 那么其实用到了很多 各种各样的这个材料 那首当其出呢 首当其出呢 就是这个磨材料 然后它会在磨材料呢 做一些处理 比如说加印啊 比如说一些印刷啊 私印啊 PVD啊 这么一些工艺 后面会讲到 那目前来说 在汽车装饰国呢 主要用到这四种工艺 那么像 IMD的工艺呢 现在主要还是在 德系车上面比较多 大概占了15% 那国内的车呢 很多都有IMS 那像日系车起来 它用TOMB1 国家TOMB1比较多 那这几种工艺呢 它各有区别 我们后面会讲到 我们讲到CMF的时候呢 是Color Materials Finishing 那Color呢 因为我们是偏产业的 都是供客生 Color呢 我们都不懂 那么我们懂的呢 就是Material和Finishing 材料和供应 这个是我们懂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 就是 刚才我说到 这个IMD工艺呢 大概它一个流程 是这样的 那么它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相对来说 成本呢 会比较低 但是它无法实现 一种表面的触感 但是它可以实现 相对精准的 这么一种定位 因为特别是在我们 在做一些表面视窗啊 这些领域的时候 需要精准的定位的时候 它可以用到 那么说到这呢 我也想再说一句 就是说 其实 其实磨材料的 这种特别是 它所装饰的 这种材料 其实它有非常好的特点 可以为我们设计师所用 那首先它低成本 它可以批量化的生产 成本非常低 第二个呢 它可以给设计师 更多的能活性 因为你可以在 磨的上面 做不同的这个图案 不同的处理 各种各样的图案 包括我们刚才 设计师所体现出的 各种各样的颜色 各种各样的触感 各种各样的这个图案 其实都可以在博上实现 那另外一个呢 它其实可以实现很多的 各种各样的这个 自由的裁切 它可以自由裁切 而且相对来说呢 就比较方便 工艺的难度呢 没那么大 所以我在想 如果你是需要用到一种 可以批量化的 低成本的 然后设计具有 非常大灵活性的 然后需要这个 很多的这个 这个设计的功能呢 其实摩采是一块 非常好 可以研究的能力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IS 它跟前面的比呢 它可以实现一定的触感 和实物的效果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呢 就是生产工序多 效能力量力低 那其实现在目前 碰到的很多问题呢 就在于这个 这个量力比较低 无论是说我是在汽车上 还是我是在手机上 用的这些 这个这个装饰摩采料 它的量力其实 都不是非常高 它可能达不到 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七十 那么这种 就是IML IML 那同样 它这种工艺呢 也是生产工事的比较复杂 效率比较低 不良力比较高 那成本的也比较高 因为它需要开三套的工具 那最后呢 来讲一下这个 TOM的工艺 这个TOM的工艺呢 是在日系车里面呢 规估到的比较多 它这个工艺呢 有一个最大特色 就是可以实现零库存 就是说我随作随作 我不做了 那没关系 那像之前提到这些工艺呢 它都需要开模 都需要模具 在没做之前呢 它已经有不小的一个投入 那这个呢 它不需要开模具 而且它可以 可以承行大型的这种器件 然后零库存 就是说 你有我就做 然后非常快 你没有 那我就不做 那么这个就是 对一个TOM工艺的一个 一个特点的一个介绍 简介 那么 它有一个特点的就是 它的对位精度会比较差 所以在一些要求对位精度高的 一些东西的商品 它可能就不太合适 那么 这个是一个装饰模的结构和性能要求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们设计师啊 大概就了解一下 就是说有哪些功能材料 那么有些功能材料 会影响到大概什么样的效果 就可以了 好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成练 那 大家可以看到 材料材料 大家都在说材料 在这个里面 其实很多材料 都是国外的 特别是日本的 然后美国的 基本上 看着一大圈 80%以上 90%以上 都是日本的企业 对吧 所以这个材料这个问题 还是会很受影响 那这个是IoS 那其实跟之前的那个结构比 它 就是多了 最下面一层的ABS版 那么可以帮助它实现这个出版的效果 然后ABS版的有一些拉伸的性 但是因为它多了一次 所以工艺复杂了 所以它的率会比较低 那这个是 IoS装饰模的这个产品 同样可以看到 都是日本企业 这个是IMAL 跟第一个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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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IM的装饰模材料呢 它可以有很多种材料 包括PCPT 以及PC亚克力的那种佛格模 它可以用多种材料 那我们刚才说到TOM 说到那个TOM的工艺呢 就是TOM工艺呢 它可以不单单是用塑料 我们现在无论说到IMAL 还是IMAR 还是IMS 这个工艺的话 全部都是要以塑料 为材料来做的 但是TOM工艺呢 它可以用塑料 也可以用塑料 那这个是 这个是IMAL装饰模的这个生产工艺 这个是TOM的 TOM的一个生产工艺 那TOM的这个材料呢 它可以用的更多 它主要用的塑料呢 会有这么七种 好 这个是产业链 这个是产业链 同样的 都是RFIT 那 因为我们做市场研究嘛 所以会做一些市场的分析 那这一点呢 大家就看一下 就是说 就目前来说呢 说一些题外吧 就是说 因为有些汽车主机厂 跟他们跟我们联系 就是他们现在 非常想在汽车内饰 包括中共啊 这些做一些非常炫的效果 那这些炫的效果呢 其实就要用到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东西 所以我知道今天呢 现在也有一些汽车企业的 嘉宾来参会 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呢 我们可以这个 这个 这个 交流一下 这是乘用乘 那么 那么 我们对一个 这个 汽车装饰模 一个数据的 这个 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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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这个东西呢 价值非常高 所以它现在来说 它的利润非常高 这是我们的一些结论 这是我们的一些结论 那么 我们觉得 TOM呢 在中国汽车表面装饰工艺 可能会占据 越来越大的市场氛围 然后 随着汽车这个智能化 它的内饰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那么 会导致这个 满足 视窗表面装饰要求的 IME工艺的 这个爆发性的增长 那么 另外一个呢 我们说到3E IME 也会有很好的成长 好 那 前面那一段呢 就是我们说到的 这个汽车装饰 现在呢 我们来说 这个手机 大家知道现在手机的发展 已经到了一个 就是拼 延迟的这个时代 拼外口 拼拼 现在 屏幕呢 其实说实话 它大同小的意味 主要拼外口 拼外口 拼什么呢 拼后干 主要是拼后干 那大家可以看到 统计了一下 就是中国有50款的手机 这50款的手机呢 在2018年的时候呢 就成了一个趋势 就是玻璃后干 它在上升 那么 金属后干呢 它在不断的下降 然后塑料后干呢 稳中有升 那么 这是有原因 因为 这个 大家都知道小米之前做过一款陶瓷的后干 但是陶瓷的这个东西呢 它的成本和良率呢 成本很高 良率很低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是只是作为一种设置 可能很难 大量的用 那么 现在用的最多呢 就是3D玻璃 3D玻璃用的最多 因为确实它的产业 其实它成本 相对来说 塑料呢 要贵 但是它实现很好的效果 所以 虽然它成本好 但是用的还是比较多 那塑料后干呢 它会比较轻 那成本低一点 但是相对来说呢 玻璃更高大一点 所以很多手机厂家呢 它选择了3D玻璃 那它会在中间端机器呢 会有些塑料 这个是一个后盖材质对比 那么大家知道5G来呢 就是因为金属后盖呢 它对于这个信号的屏蔽 非常的厉害 所以金属后盖呢 现在逐渐被一些手机厂商 给抛弃了 那么现在呢 很多人选择玻璃 有一些人选择塑料 这个都有 那么 注意成本可能呢 其实大家都觉得塑料后盖呢 可以成为这个 千元手机后盖 就是中低端后盖的 首选解决方案 那我觉得呢 就是说这些手机厂商呢 会不会选择这种塑料后盖 那就看我们的设计师们 能不能把这个塑料后盖 做成玻璃的效果 有可能的 有可能的 那么大家都知道 手机的这个玻璃啊 它有这么一个发展趋势 从2D玻璃 到 一直到3D玻璃 2D玻璃呢 就是它是平的 3D玻璃呢 它就是一个曲面 2.5D呢 就是介于2D和3D的 这个玻璃之间 那么 它的结构呢 就是右边这么一个结构 链接层 油墨层 玻璃层 表面处理层 表面处理层呢 就是在玻璃上面 做一个处理 防止它刮花 大家可以看到 手机3D玻璃 盖板的整个工艺流程 还是蛮多的 所以 为什么它成本好呢 就是 因为它工艺流程太多了 因为你每进过一道工艺 它的良率 肯定会降一转 降一转 但是呢 好久好看呢 它这个产业比较成熟 很多的国内企业呢 都可以做 所以相对来说呢 成本也没有高到天上去 那么 3D玻璃盖板 现在深圳和东莞 做的企业比较多 大家都知道 伯恩啊 兰斯啊 这些都是做这个 那么 可以看 就是这个产业链 它是比较成熟 除了玻璃 高端的玻璃 基本上都是 国外的一块 其他的 基本上很多国内企业 其他的环节 都能做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OPPO的一个 非常炫光的手机货盖 这个是手机的塑料货盖 那么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在手机玻璃货盖 手机玻璃货盖 它如果要实现这个 炫光的效果 它也是要装饰 那塑料货盖 它也是要装饰工 才能实现这种 这种 这种炫光的效果 那么 工艺比较复杂 它有好多层工艺 工艺比较复杂 那么 这个产业呢 相当来说 国内的企业呢 会做的比较多 它的难点呢 主要还是在厚道的处理 不在那些住宿 住宿啊 什么这些已经很成熟了 厚道的处理 还比较复杂 对 那么 这个呢 是另外一个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呢 它是 以PET 这种材料 为 基底的这种手机玻璃 那么 这一种呢 是PCE PET 亚克力符合材料 那它跟PET材料比的 它有比较好的韧性 然后呢 你比如摔到地上 它可能会比较不容易破 不容易裂 那么 它 外层呢 还有亚克力 提高了它的高硬 对 亚克力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它硬度比较高 所以呢 主要有这两个特色 那它用刀带模式防止轮 防暴 抗摔 这么一个特性 不好意思 按错了 好 那这个是一个供应链 就 大家简单看一下 简单看一下 简单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直接在玻璃上面 进行表面加工的话 它 有好多种方法 但是每一种方法呢 其实都有缺点 对吧 那么 如果我们是玻璃 跟装饰膜贴合的话 它的 工艺流程会比较复杂 但是 它能解决 这个玻璃的一些 缺点 所以 所以现在呢 就下面 就是玻璃和装饰膜贴合 已经成为这个趋势了 它的市场生动力呢 正在不断地提升 那么 这个是 刚才说的 手机三体玻璃 后改用装饰膜 三体玻璃 后面做这个贴装饰膜 加工的 这么一个结构 工艺蛮复杂的 做油鱼纹理层 还要在PVD镀膜层 PVD这个设备是非常贵的 比较贵 然后再做一个丝印盖度 那丝印呢还好 但是丝印的这种材料 高端的呢 基本上都入了 这么是 这是一个 大概的一个 工艺流程 那么可以看到 有炫光的效果呢 主要就是PVD PVD就是工艺流程 做物理气象成绩以后 然后给它提供一些 炫光的效果 然后再进行 私营盖点 那么来保护 这个PVD镀层 这个就不讲了 这个太专业了 那么这个是 这个一个 就是我刚才也说过的 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是一个产业链 就是我们做市场 研究产业分析用 也比较转硬 也比较转硬 这个大家就看一下 转硬的产业链 就是说 材料 还是在日本人 这个是PVD镀膜的这个产业链 那么PVD镀膜这个产业链呢 其实它需要一种叫 建设法材的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国内能做 也有两家上市公司 但是高端的 基本上被 美日 两个国家的企业 给入端 这个四万银杀 就刚才说的 四万银杀比较成熟 而高端的材料 基本上都是日本的 那说一下这个 塑料链开用的 这个装饰箔 这个装饰箔 这个工艺呢 叫MT 这个是现在最新的工艺 加上MT的这个工艺 那么其实你看它的结构啊 其实也差不多 这个是不同的这个材料的 MT 的工艺 就我刚才说的 它有PET 还有那个 PC 和PMMA 这个复合材料 这个是一个工艺的流程 工艺的流程 差不多 美容差不多 这个是一个装饰箔的这个产店 那么 基本上呢 就是 在 这个 把柴 基本上都是国外的 设备呢 国外也有 国内也有 油墨呢 也是国外也有 国内也有 做装饰箔的呢 可能更多的就是中国国内的一些企业 那么 这就说到一个新型的这个装饰箔 就是说 现在MT装饰箔呢 它的利润是在很高的 就对企业来说 企业非常愿意做 当然它现在呢 就是有一个产品良率的问题 它很难提升上去 所以 所以 有一家企业呢 它研究出了一个这个新的工艺方案 可以提高良率 这个是我们在走访调与工人当中所了解到的 那么 现在两个新的趋势 就是说 呃 一种 就是方案一呢 它是可以提升良率 因为它所懂的这个工艺流程处理的时间 那方案二呢 就是它把这个这个加颜色的这个时间也给去掉 就直接把加颜色和表面处理 直接就合在一起 那么这是一个市场分析 就是说 主要的呢 可能还是会玻璃后盖 但是塑料后盖呢 慢慢呢 会被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比例呢 会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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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主要看塑料后盖的这个良率 那么这个是玻璃后盖的一个市场容量的这个预测 那可以看漩黄膜的这个市场规模啊 还是蛮大的 还是蛮大的 整体呢 我们后面有一个计算 就是大概会有一百亿元的这个市场规模 在中国 就是装饰膜这一块 装饰膜这一块 那这是塑料后盖的这个市场容量的预测 就比较普通啊 那这个呢 是我们的一些观点 是我们的一些观点 那么 那呃 塑料后盖 其实现在最大问题呢 除了它就可能容易碎了 还有一个良率 相当来说 玻璃呢 它的产业非常成熟 所以它良率是很高的 所以导致呢 它的成本 虽然是比塑料后盖可能高一点点 但是它的很多性能呢 都比较好 那如果能把塑料后盖的良率提上去的话 我相信很多手机企业 再加上我们设计师的助力啊 我相信很多手机企业 都会在他们的中高端机器里 选择这个塑料后盖 好 那么 刚才说到有两种企业 就是 这个PCE 雅克力符合板 和IMT的这种工艺啊 它 磁锡比较 就因为它的良率啊 这种变化 所以它磁锡比较 那么 呃 最后我们就预测一下 手机装饰盒呢 未来会有100亿的这个市场规模 100亿的市场规模 好 那么 我的报告呢 就简单到这里 我看一下还有五分钟 啊 那么 我最后想说呢 就是我们呢 就是 新材料呢 就是魔材料是我们研究的一块 我们其实还研究新兴显示 包括我们这个 师博士刚才讲到的这个跨界 啊 OLED的这种屏幕 和我们的这个 柔性光伏的这种结合 就是我们对OLED的这个产业链 也有非常多的研究 那么我们现在呢 在储能和微电网 啊 这些领域 新能源领域 我们也有研究团队 在做研究 所以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合作的话 那么可以 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好 非常感谢 谢谢 谢谢